在以前的版本有一个老话题 射手一红 即一级射手拿红还是打野拿红的争议 每次出现两位玩家都可以炒个800楼 可以说是以前最具争议的内容 而看看现在的打野和射手却是和平的不得了 射手拿一红已经淡出玩家视野 默认的归属了打野 射手拿一红这个争议的消失到底因为什么 原因其实有三点都很真实 一起来看看吧 第一点 一般情况下 现在射手和辅助两人对抗的 都是对面的战士类型英雄 射手凭借超远的射程 不拿红也能够很好地压制对面的发育 从而打出优势 第二点 打野一红能够更快地到四级拥有大招 能更好地到线上干客 从而让胜利的天平向自己这边倾斜 第三点 射手不想被喷 因为射手抢了一红之后 太过于影响打野的发育 这样影响的就不仅仅是打野了 对上路和中路也是会造成很大的影响的 输掉比赛也会让你背锅 总结起来就是 没野刀打红buff难 打红buff久 打红buff减速效用低 红buff不如兵线 没红buff也一样 射手一红这个曾经能炒八百楼的争议 在版本的转变中逐步消失 现在知道射手拿一红的 也大多都是老玩家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